欧曼尔·法鲁克是来自东都决散的维吾尔人 已获得土耳其国际 三年以来他一直无法与东都决散的女儿联系 他多次向中国驻外使馆申请 企图学问孩子的信心 但一直没有得到回复 他表示他和哥哥一起来土耳其投资 他的哥哥于2017年被中国当局逮捕 所有财产被没收 到现在下落不明 他向科罗米亚通讯社透露 他曾多次向中国驻伊斯坦沃领事馆 和土耳其驻中国大使馆申请 希望获得在东都决散的家人和孩子的信息 但是他一直没有得到回复 他希望土耳其和国际社会 关注数千名像他一样维吾尔家庭的遭遇 教宗方基格在他的一本新书中 首度将东都决散维吾尔穆斯林成为受破坏的人 他在这本下月即将上市的书中表示 自己时常想到被破坏的族群 像罗兴亚人和东都决散人 教宗在书中一个章节呼吁各界关注被边缘化的族群 并感慨说我时常想到那些遭压迫的人们 罗兴亚人 东都决散人 鸭兹敌人 他还谈到了在伊斯兰国家被破坏的基督徒 尽管教皇之前曾谈到逃离缅甸的罗兴亚人 以及伊拉克伊斯兰国杀害鸭兹敌人 但这是他第一次提到维吾尔人 特朗普政府正接近宣布89家中国航天 及其他领域的企业与军方有关系 将限制他们采购美国一系列产品及技术 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几个月加大了对中国的行动 据路透社报道称 美国即将宣布89家与军方有关联的中国企业名单加以限制 根据路透社看到的一份草案 特朗普政府正接近宣布89家中国航天 及其他领域的企业与军方有关系 将限制他们采购美国一系列产品及技术 名单上包括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10家关联实体 西藏流亡政府领导人洛桑森格首次收养访问白宫 消息说西藏流亡政府领导人60年来首次访问美国白宫 此举可能进一步激怒北京 西藏流亡政府领导人洛桑森格在一份新闻稿上透露 美国白宫邀请他去会见新任命的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 美国国务院民主 人权寄劳工局助勤 德斯特洛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月曾指责北京侵犯人权 并说华盛顿支持该地区有意义的自治 美国国防部星期一发表一份声明宣布立即采取行动 实施权力交接计划 国防部的声明说 拜登哈里斯团队及其指定的国防部评估团队的负责人 当晚已经与五角大楼官员们接触 基于总务署署长当天的决定 并依据相关法律 国防部的既定政策 以及白宫与拜登哈里斯团队之间的备忘录 国防部将立即实施交接计划 声明说 国防部权力交接行动小组将安排和协调国防部 与拜登哈里斯团队的所有接触 在今年11月3日大选结束的一个星期里 民主党候选人前副总统拜登被广泛认为赢得了大选 根据预测结果 拜登将以306比232张选举人票 获胜成为总统 目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